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金志愿会选谁做男朋友 考古金志愿早期采访被问哪一个男艺人适合当男朋友 支持人 黎明浩偶金秀贤 这是什么缘分呀 不过之前金志愿选择的是与自己合作过的黎明浩 因为他很温柔很绅士 对人很友好 不知道现在志愿有没有新的选择呢 最先金志愿签售会上被问及择偶标准 他直言 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事业的男友是他的理想型 如今金秀贤作为顶流也不顾及前辈的身份 亲自下场和他营业疯狂撒糖 看起来就像是为了金志愿不顾及自己的事业一样 理想型完全一样 哦你碰到这么深情的人 就嫁了吧 没想到金秀贤也曾陷入耍搭牌争议 即使金秀贤过去因来自星星的你爆红时 也曾有过类似传闻 当年金秀贤远赴北京吃鞋活动时 被传出为防止粉丝靠近 要求薄下整层饭店 饮食方面也极为挑剔 除了饮料有指定品牌 连要常温还是冰冻 各需要多少瓶都有要求 且不仅坚持搭乘传统航空 机场要走VIP通道 更要求乘坐的车辆 必须贴神色反光贴膜 此外活动当天加工作人员仅有15人出席活动 金秀贤方却要求20名保镖 并且活动所有合照都必须由金秀贤团队拍摄 照片和录影也必须经过他们确认后 才可以交给主办商完全禁止主办方自行拍摄 不过爆料网友也强调 金秀贤本人个性单纯 经纪公司也是可以沟通的 是中间方的中国执行公司自作主张 擅自提了很多额外要求 让金秀贤无辜受到牵连 本月一日金秀贤在自己的ins上传了四张照片 但急忙删除了三张照片 金秀贤的照片中 与之前金志愿金秀贤和金志愿神穿黑色衣服 摆着相似的姿势 所以引发网友们猜测 磕得CP成真了 而对于此次的恋爱传闻 这俩人所属的经纪公司均没有回应 所以毕竟娱乐圈的原则 一般是没有否认便是真的 金秀贤1988年出生 今年36岁 长得帅气又多精 不谈恋爱多可惜 走出国门火遍亚洲的作品 来自星星的你 都教授 炸鸡配啤酒 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作品哈 大家自行了解 我还比较喜欢他演的 拥抱太阳的月亮 古装也是爱气 金志愿1992年出生 今年31岁 周岁哈 10月份的生日 所以还不到32周岁 俩人在年纪上还是般配的 这位小姐姐饰演的配角比较出全 太阳的后裔里边的女儿 举一军官的爱情故事 也是打动了不少人 爆火韩军眼泪女王 从上映初期 观众对于人物设定接受度的两极分化 直到第十集时 成为韩国有限电视台 历史上收捋排名第二 除了情节发展 打破原有韩剧定律 更为主要的是男女主角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戏里戏外 金秀贤和金志愿的适配度都极高 相比于对剧情下一步发展的期待 观众们更加渴望戏外的双金 能够成为真正的情侣 不仅是因为来自剧中角色的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两人多方面的契合度 从古至今 原生家庭背景成为男女双方结合必选考虑的条件之一 所不同的是 在古代从家中住宅的配置和大门就能判断家中的经济情况 门当和户对只要没有较大差异 就已经实现了结合的第一步 而如今除了家庭经济情况 还要考虑原生家庭的生活环境 因为从小生长的环境影响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性格 金秀贤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 父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活跃的摇轨乐队 Seven Dolphins的主唱 母亲曾经是一名模特 拥有良好的外貌条件 但在他四岁时 父亲就抛下了这个家庭 选择与情人一同生活 就这样金秀贤与母亲相依为命 两人在地下室住了十几年 在两位姨妈的帮助下 金秀贤慢慢长大 后来考入大学进入演艺圈 在他成名后 每次站在领奖台前 都会表达对母亲和两位姨妈的感激之情 这些成长经历 促使他发自内心 对女性产生一种真诚的尊重 从在公开的一些活动上 都可以看出金秀贤所表现出的神式风度 对于女性的呵护 分寸感拿捏的又很适度 在有些大男子主义的韩国 就已经是十分耀眼的存在了 而反观金志愿同样出生在普通家庭 从小虽然父母教育严苛 但对他的爱却丝毫未减 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这也促使金志愿的性格超级温柔又软萌 是那种看上去就会让人产生保护欲的女生 一个人肤感十足 另一个娇气感满满 亮人CP感太强了 然而除了性格 还有更为直观的外形方面 再从不缺乏帅哥靓女的韩瑜 金秀贤和金志愿不仅有着超高的颜值 而且还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呈现董灵的状态也是如此同步 36岁的金秀贤从出道至今 容颜就像复制年一样 32岁的金志愿也是状态好到爆 同一张不变的面容 从十几年前的剧 一直延伸到如今的《眼泪女王》 表面上看到的是两张 似乎逃到岁月的迷人面庞 背后却是他们对自我的严格管控 金秀贤常年健身 甚至可以通宵打保龄球 跑步 骑行爬山热爱各类运动 从来自猩猩的你 到是精神病也没关系 再到《眼泪女王》 时隔多年 依旧能看到她清晰的八块腹肌 金志愿为了能够完美呈现 《眼泪女王》中的角色 整整进行了一年的饮食管理 几乎戒掉了主食 同样也是为健身达人 并且保持着每周二到三次的健身频率 热爱运动的人 就会有着更多共同的话题 并且在饮食习惯方面 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也促使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更加融洽 如果说身为艺人 对自我的身材管理是工作需要 那么对自我情感的管理 则更加体现了个人的修养 《眼泪女王》热播不久 韩国女演员金赛伦 就在INS上发布了一张 她与金秀贤的合影 而后几秒钟后删除 因当时为了提升收视率 营销号都在打造双金CP 本来在热搜中的金志愿一夜之间仿佛无辜躺枪 好在金秀贤所在经纪公司快速做出回应 澄清金秀贤与金赛伦并不是恋人关系 也不清楚女方发布照片的意图和立场 后来油管中 女方的好友回应发布目的 就是为了证明女方也曾宏祭意识 也就是所谓蹭热度 一致林绯闻的金秀贤热剧刚上映 就差一点断送在曾经的同门师妹手中 作为在韩国片酬最高的男演员 金秀贤出道至今没有花边新闻 虽然热播剧中 每次都会让观众神陷在剧中的CP中无法自拔 但回归现实中 她能严格管控好自己的言行 身为男艺人这一点尤为重要 这也是衡量艺人商业价值的重要考量标准之一 而直言自己是爱人性格的金志愿 被网友们称为INS年更用户 因为她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动态 更是极少参加综艺节目 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演技的提升 闲暇至于陪伴家人 表人至今在娱乐圈的口碑都非常好 也都是单身 从外貌到性格 再到各自事业上的成就都是天作之和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真正的情侣并走到一起 又会让多少人再次憧憬爱情与婚姻 虽然结婚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而且也不是人生必须选项 但在喧嚣的世界里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 并成为彼此余生的希望之光 世间多么奢侈又幸运的事 建议